看到伊能静与成庆一同参加哈利毕业典礼 才明白他们真的做到了爱的最高境界 5月16日哈利晒出街机与成庆的视频 并分享了他和爸爸合体的搞怪照片 有人猜测亲子合照其实是伊能静拍的 因为他提前一天就到了美国和儿子团聚 这次三人也许真的会来一次世纪大同化 值得一提的是宇成庆和伊能静明明知道 这次一起参加哈利毕业典礼 带来什么样的舆论影响 但为了哈利他们还是选择一起飞到美国 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便离婚时闹得沸沸扬扬 但离婚后他们却做到不诋毁保留体面 甚至当宇成庆被造谣对哈利不关心时 伊能静也会站出来当面澄清谣言 努力维护对方在孩子心中的形象 比起离一家庭分开互私的难堪 伊能静和宇成庆真的做到 把对对方的爱全部转移到孩子身上 哈利作为两个人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孩子 不管父母结局如何 他一定是被爱包围的人 父母的正常的理性思维教育 也让哈利从小就培养了超高的审美 伊能静与成庆从来不会 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哈利 所以八岁他就已经能自己搭配衣服了 自从那时候就知道我有穿衣 我有选择权 八岁开始 每一套衣服都是我自己配的 我想要穿的衣服都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穿 我才会去穿的 不论是思想还是时尚 哈利永远走前端 穿女装的爱好受到了不少的非议 伊能静作为母亲更是无条件支持 我们爱她的人知道她是谁 比这个世界知道她是谁重要 而宇成庆作为一名传统老父亲 面对婚姻和教育问题一向规规矩矩 但他却并不觉得哈利没有男子气概 反而永远都希望孩子能够开心快乐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意愿 他做得开心 然后玩得愉快 OK了 并且哈利现实中得到的还不止这些 伊能静跟宇成庆离婚六年再婚 在她没有因为新家庭叔姑照顾哈利的同时 秦浩也跟老婆一样对这个儿子处处关心 我觉得中国人能接受的不太多 我并没有安排我儿子去说话 就后来那个浩子就突然说 你叫他上来 嗯 这样 伊能静自己都觉得惭愧的决动 秦浩却压根没放在心里 公婆更是把哈利当亲孙子 秦妈还骄傲地将哈利介绍给所有亲戚 一家人拍全家福也从来没有忽略过她的存在 秦浩一家早就把哈利当成了一家人 而宇成庆在收到儿子礼物时 也会在自己的微博发文炫耀 并且还会带着闺女儿子给哈利庆生 所以离婚根本不是不爱孩子的借口 伊能静宇成庆在婚后 哈利也并没有成为两个家庭的雷重 反而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爱 如果说离婚能有天花板 伊能静和宇成庆才是超越他人的存在吧 伊能静宇成庆才是超越他人的存在